字幕提供 各位喜歡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其他得勝 我是張家豪 目前在顧的投顧為各位服務 今天是來到了我們這個 MIS股票版 這個教學單元的 最後一集了 如何來做一個選股 在今天也進行到了第二集了 我們在這一集完畢之後 整個教學的內容 就會做了一個圓滿 明天我會跟各位去分享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也跟各位去做一個報告 在股票市場上 各位不管你進來是三個月 三年或是三十年 各位一定要記住 要幫自己設定一個目標 不然的話 每天這樣子 茫茫人海 每天這樣子股海茫茫的 每天都在那邊追明牌 到最後你會發現 好像只是一直在浪費時間 那設定什麼樣的一個目標呢 我相信每個人來到市場上 大家都希望能夠賺錢 可是很少人仔細的去思考 去設定 到底要賺多少錢 所以好的節目當中 我幫各位去設定了一個目標 各位你在台北股市 最重要的目標是 找到兩檔六倍數的股票 當你的股票生涯當中 有辦法找到兩檔六倍數的股票的話 我幫你算一下 你的賓市就變成百坪以上的大豪宅 這個我希望是 幫各位 每一位觀眾朋友 所設定的一個目標 現在的一個賓市 在我們錄影的這個時間 一個入門款 休旅車大概是兩百多萬 那你配備加一加 我們以三百萬來算好了 三百萬找到第一檔六倍數的股票 三六十八 一千八百萬 你的賓市已經變成是房子了 那當你在找到第二檔六倍數的股票的時候 你的房子 一千八 再乘以六 已經是上億了 那當你上億之後呢 我相信你要去尋找一個百坪以上的大豪宅 這樣子的一個選擇性 就高了很多 所以我幫各位去設定 在台北股票市場 各位 你短線沒問題 但是一定要想辦法去做到 兩檔六倍數的股票 你的賓市就會變成豪宅 所以這個東西 我希望是 每一位有看過我們 期開得生的觀眾朋友 在操作股票市場上 你一定要設定的一個目標 那這個目標 到底可不可能達到呢 各位如果說 沒有辦法達到的話 那真的是浪費各位的時間 所以我必須要跟各位去報告 六倍數的股票 在台北股市 它很少出現 但是它從來沒有消失過 老師這句話很奇怪 很少出現 但是從來沒有消失過 各位因為它就在你身邊 只是你一直沒有好好的去 發現它而已 在兩年前我請會員朋友 帶了 帶會員朋友做一檔股票 4968的利基 當時從92塊錢 他只花13個月的時間 直接到了688 是不是超過6倍數 那當時他搭上了一個 題材 叫做Wi-Fi 6 那是一個全新的架構 Wi-Fi 大家現在只要上網 只要到室內上網 是不是都一定要用到 他那時候就搭上這個Wi-Fi 6 一個全新的一個題材 直接就漲了6倍7倍 那後來呢 那當他漲到了這個4月的時候 110年的4月的時候 那時候確實 國際股市已經漲太多了 那大盤也確實不太好 所以股票市場 他有稍微休息了一下 可是休息了多久 休息了6個月的時間 在半年之後 110年的10月5號 另外一檔股票他串出來了 當時他只有40塊錢 但是 來到了15個月之後 這檔股票從40塊 漲到了240塊 一直到昨天錄影 他還在創高 他還沒有停下來 是不是又是第二檔6倍數的股票 所以這種東西在台北股市 他很難看到 但是他從來沒有消失 各位好好的去思考這句話 這種東西就在你身邊 只是說你有沒有辦法去發現他 好好的去操作他而已 好 那當你 可以去接受 可以去設定這樣子的一個目標之後 各位 目標有了 夢想有了 足夢踏實 如果只是在那邊想的話 完全沒有動作的話 或是說 只是設定一個木壓 但是一直都沒有做到的話 我相信那個只是浪費時間 所以我 帶我們的會員朋友做給各位看 有一檔股票大家很熟悉 比3443的創業 你光是他有漲6倍嗎 沒有 他現在還沒有 他還沒有漲6倍 但是你要漲6倍 你至少要先從 一倍開始吧 好在 10月25號 在111年的10月25號 那時候的399 我帶會員朋友 我們這地方 進場 買進 買進之後 我設定的目標是到700塊 後來700塊達到之後再往上衝 直接衝到了800塊 399我們就算個整數好了 各位 當他來到800塊代表的是什麼 一倍了 是不是已經翻倍了 已經翻倍了 那你要找6倍數的股票 各位 你至少要有翻倍的能力吧 好 那錯過了第一次之後呢 押回來 市場商開始在這個地方要去放空 有沒有 開始要在這個地方放空 覺得他漲得太誇張了 覺得他根本不值得那個價格 但是我卻請我們的會員朋友 在1月3號的時候 在645塊這個地方 你勇敢的再加碼 你有多少你就押多少 勇敢的再加碼 接著呢 他從645塊錢 各位 一路的又漲到了1045塊錢 剛剛好又漲了400塊錢 那換句話說 399 400塊的股票 是不是一倍 回來又另外又兩倍了 所以這種東西 就是我在會 我在這個市場上 幫會員朋友我們在做的事情 所以最近有很多觀眾朋友 慢慢的看到期開的生日節目 慢慢的去感受到了 那過去他這麼多年 在股票市場上 每天最重要的功課就是 希望能夠找到一檔會漲停的股票 但是就算一檔會漲停的股票 各位距離你真正的目標 你的賓是要變成百坪以上的大豪宅 仍然是那麼遙不可及 所以當看到我們的節目之後 慢慢的去體悟到了 其實他每天在追這個 明牌的過程當中 他是不是應該要播出一點點時間 真的去完成這些最重要的一個事情 那就是找到兩檔六倍數的股票 並且好好的翻倍翻倍再翻倍 讓他的入門級的賓士 能夠變成百坪以上的大豪宅 所以最近諮詢我們的觀眾朋友 投資朋友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大家比較不解的就是 老師創意我也買過啊 但是我真的沒有辦法 從399這樣子一路的 一倍接著又第二倍 來到了1045塊錢 你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你的心臟感真的體責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可以這樣子 一路的一路的報上去呢 各位 我也是人啊 我也跟各位一樣啊 我也是每天在這市場上 這是我的事業啊 這是我的工作啊 我目前在顧著頭顧服務啊 那我的工作 就是帶會員朋友在市場上尋找賺錢的機會 但是我也知道 真的你每天一天去找賺錢 明天才買賺錢 後來買賺錢 各位那賺到的只是一個激情 賺到的只是一個爽 對各位的財富 其實沒有實質上的一個幫助 真的有辦法去咬到 並且賺大破斷的 才是真的能夠幫各位 去創造財富的一個工作 所以問題是 在每天每天這麼樣的一個 波動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也會有貪婪跟恐懼啊 我也有人性啊 所以我還是需要一個輔助工具 那就是各位看到的 MIS股票版的這個東西 MIS股票版的這個東西 我在這個市場上 我帶會員朋友在尋找機會的時候 本來會漲的股票 就應該要買進去 但是在實戰上大家會有反應就是說 老師我資金真的不多 不是說你沒錢 只是說我大部分的資金放在比較安全的地方 我現在能夠操作的資金比較少 所以我們後來又開了一個給小資族用的 叫做一般會員 那實際上你進來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 只要會漲的股票就要買 所以這個就是我在帶會員朋友的時候 就只有這兩個層級 那但是呢 我自己會用到一個工具叫做MIS股票版 後來我把這個東西把它開放出來 反應效果真的很好 大概是在去年3月的時候 正式把它開放出來 那經過了今天已經2月底了 在這一年當中 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一個觀眾朋友 真的好好的去運用這個MIS股票版的時候 他才發現自己真的活過來了 在這個股票市場上 以前混混樂樂的一天過了一天 有時候買到漲停的股票 很開心 有時候 賠了錢的時候又很傷心 所以這種東西他就這樣子一度 一度的在做一個循環 他覺得說老師真的直到看到你的節目 直到開始用了這個MIS股票版 才讓自己設定了有一個目標 慢慢的讓自己的財富 真的穩定的在做成長 我今天給各位去看到 當你接受了這個目標之後 我還要跟各位去分享 我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為什麼在10月25號的399 我那個智慧跟勇氣 帶會員朋友在這地方進場佈局 直接 400塊 那押回來到645的時候 一堆人搶著在這地方要去放空 因為這段階段咬到咬咬 押回來之後 很不舒服 想要再不走回來 接著在這地方我們再加碼 直接又是400塊上去 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各位 各位 這到底是怎麼找出來 這到底是怎麼找出來 我用到兩個東西 給各位做參考 第一個就是技術分析 你問我技術分析啊老師 技術分析 我30年前我給的一二啊 各位 技術分析它是一門學問 它是一門藝術 學的好或是不好 那個真的會差很多 但是有一個東西它是統一的 那就是財務工程 就是我用的MIS股票版 MIS股票版是怎麼樣 在10月25號找到創意 怎麼樣在1月3號再找到創意 我就示範給各位看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各位去教學的 怎麼樣去做一個選股 但是因為中場休息的時間已經到了 我先給各位一個時間去做一個消化 但是在休息之前 我請各位先掃描這個QR Code 掃描這個QR Code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要追蹤 我們的一個團隊的一個操作的話 掃描QR Code記得按一下178 你會收到蠻不錯的東西 我們休息之後回來就告訴各位 怎麼樣找到創意 並且把它做好做滿 讓你的賓士變成百平大豪宅 休息之後馬上回來 您的理財專家 固德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規矩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帶領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固德投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固德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規矩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帶領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固德投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各位我非常感謝運動財經台讓阿豪有這個節目 跟各位來分享 我們MIS股票版的一些教學的內容 那在我們錄影的這一個時間 今天是112年的2月23號 剛才3443的創意 又創了歷史的興高了 來到了1080塊了 當然這個在1000塊以上 當然已經爬上了神壇 各位如果說真的有要再操作這檔股票的話 那我清代的 我會帶你們去找那個切入點 但是如果說一般的會員朋友的話 沒有關係 重點是在於你要跨出成功的地步 你要開始有所行動 就好比這檔股票 在111年的10月25號 為什麼可以在399塊錢這地方買進去 為什麼可以在112年的1月3號 在645塊錢這個地方再加碼 結果一路往上400 今天又再創了歷史的興高 已經來到1080元了 各位 我就要跟各位去分享 這樣子的一個秘訣 來各位我們會用到一個 輔助工具 它叫做MIS的股票版 MIS的股票版 它是我自己本來在帶 會員朋友使用的 但是在去年3月 我正式把它開放出來之後 大家的一個反應很好 但是在使用上 還是有一點點疑問 所以我才會錄製這一系列的 一個教學的節目 希望你已經拿到一台法拉利了 你要好好的去發揮它的功用 來 這個就是我們MIS股票版 它的一個介面給各位來看 那它的介面啊 它可以使用手機 筆記型電腦 桌上型電腦 反正只要能夠上網的 只要能夠上網的 它其實是一個網址 它其實是一個網址 只要能夠上網的 它都可以使用 所以你家裡就算有那個 75吋100吋的那種大電 大電視 只要能上網 或是說用投影 都可以去做個使用 那它不用帳號跟密碼 你只要跟服務人員設定好 你要使用的時間 確定你要使用的時間 服務人員在線上開通 你馬上就可以使用 那馬上就可以使用之後 你進去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那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今天跟各位來說明 3443的創意 到底怎麼樣去選到 對的一個進場點 來在左上角 如果說手機的話 左上角這個地方 有一個選股的功能 按進去 按進去之後呢 一般的選股功能 你可以用當日訊號 它會直接幫你去選擇 系統它會幫你去選擇 最近開始有機會的股票 你可以把它加入你的自選股 或是說你再做的比較短線一點的 在60分訊號這個地方 它也會20分鐘幫你去掃描一下 但是選股真的最厲害的 是在於下條件的部分 怎麼樣下條件 來這個地方有一個選股的 按鈕按下去 下條件 只要下兩個條件就好了 第一個就是你的時間 你的時間 那我們把時間回到我當時 我當時在設定這個 創意的時候 我當時在鎖定創意的時候 在10月2022年的10月 在10月的時候 我是25號買進去的 但是25號買進去 其實我用的是技術分析 我用的是月線級的技術分析 那我們的一個系統 在27號在兩天之後的27號 在2022年的10月27號 選定的天數 我建議各位把它選擇最短的 三天 三天 這個地方選擇最短的三天之後 2022年的10月27號 選擇最短的三天之後 各位你會看到 有一檔叫做3443的創意 來可以的話 導播這地方在 讓觀眾朋友看清楚一點 有沒有 是不是3443的創意 3443的創意 選股條件是什麼 2022年的10月27號 採計的天數用最短的三天 他一發動你就抓到了 是不是 2022年的10月27號 3443的創意 3443的創意有沒有 那我們去做一個比對 各位 我用技術分析 在2022年的10月25號 我還比系統早兩天 還比系統早兩天 但是兩天之後 在10月27號 你用選股功能 創意就選到了 選到之後呢 後面續航續報 續航續報 一段 一倍 倍數就起來了 好 那壓回的時候呢 各位這裡是最 最掙扎 這裡是最監導的 也是最大的考驗 在112年 在112年 2023年的 1月3號 在這個時間點 有多少 人要去放空創意 他覺得他長了一倍 長得太誇張了 總要回到原點吧 但是在那個時間點 用MIS股票版 用MIS股票版 我再給各位示範一下 為什麼在1月3號 那個時間點 絕對不能夠去放空創意 來 我們一樣哦 選股的功能 選股的功能 我們把時間給他 我們把時間拉回到當時 我們把時間拉回到當時 2023年的1月 2023年的1月3號 1月3號 因為1月1號 1月2號 是那個 Happy New Year 那到1月3號的時候呢 各位到1月3號的時候 你會發現 有沒有 2023年的1月3號 財積電數用最短的3天 有沒有看到3443的創意 有沒有3443的創意 有沒有 在這裡3443的創意 有沒有 再看一下時間 2023年的1月3號 選股最短的3天 3443的創意 為什麼他旁邊會有一個星星 各位 如果你有在使用 你看到這種星星的話 就代表著他有 個股期 有個股期的功能 有個股期的股票 通常他的流動性會比較大 那個是首選 這是選股的一個訣竅 也就是說 我們股票希望有人做 有量有價 那有個股期貨的 這種股票 通常他的流動性會比較大 所以他在旁邊就會出現 有一顆星星 他就會出現有一個星星 但是重點是在 1月3號 2023年的1月3號 選股條件是3天 有沒有看到3443的創意 所以在那個時間點 市場上 幾乎 看不看得懂的看不懂的 大家都想要來空創意 想要 補責的尿器 因為之前被割了400塊 真的割得很不爽 割得去去叫 但是在選股在這一天 包括說我們的技術分析 在645 我發現那是一個回測的滿足點 那回測滿足點 MIS又在這一天選出來 3443的創意 他即將又再發動了 所以我們沒有理由 在這地方不加碼 所以我們勇敢的在這地方 請會員朋友 就算你已經賺了400塊了 勇敢的再加碼進去 再加碼進去 那這一段 就是要到上千了 所以你會看到說 恭喜喜貨千金 不是我生女兒 是我們帶會員朋友 我們買到低檔 從300多塊直接 買到1000塊的股票 那就是3443的創意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在今天也藉由這個 謝謝運動財經台 給他這個錄影的機會 在這個地方選股選出來 在這個地方選股又是創意 所以上去壓回來 人家要去放空 反而是在加碼 結果400塊 接著又是400塊 那甚至我們錄影的今天 他已經再度創下這個 歷史的新高點 來到了1080塊了 這個就是 你在這個市場上別忘記了 每天在尋找漲停板的股票 這是大家來到股票市場上 感覺最刺激的嘛 但是你會發現 你還是要撥一點點時間出來 去完成你在台北股市 最重要的一個功課 就是 你要找到兩檔 六倍數的股票 兩檔六倍數的股票 就能夠把你入門等級的賓士 變成是百坪以上的大豪宅 我相信很多人說 老師我沒有賓士 各位我在念大學的時候 我的學長就跟我講了 以後你出社會 你不見得要買賓士 但是你一定要有買賓士的能力 我相信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就算你沒有賓士 你工作了那麼多年 努力 努力的存錢了那麼多年 你一定有買賓士的能力 但是 你買賓士的能力300萬 你要把它變成到 百坪以上的大豪宅 上億的身價 各位那個就不是存錢能夠做到的 我覺得那個就不是一般人存錢 可以做到的 那怎麼樣去做到 在台北股市 找到兩檔 六倍數的股票 你的入門等級的賓士 他就變成是百坪以上的大豪宅 300萬 第一檔六倍數的股票 1800萬 車子已經變房子了 第二檔 六倍數的股票 你的1800萬 已經變成上億 那上億你要去尋找 百坪以上的一個大豪宅 我相信你的選擇性 就會多了很多 就會多了很多 甚至你買賓套天的 也都有了 綽綽有餘了 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在今天 我把這一個 我們實際上在帶會員朋友 剛剛完成這個成功的例子 分享給各位 包括說我們怎麼樣去做一個選股 怎麼樣去做一個選股 來再複習一次 選擇 三天的 那個是一發動 你就可以去抓到的 選擇 剛發動的 選擇剛發動的 就只有兩個條件而已啊 就只有這樣子而已啊 好 那選完之後呢 記得 再回到我們前幾集 跟各位去報告的 先去看一下周 周K看趨勢 如果周K 紅色的 你在操作這檔股票 你用的就是順勢操作 續紅續報 日K 早買點 日K早買點 續紅續報 續報續賺 就是這樣子而已 選擇股票 選出來之後 周K看趨勢 如果周K是紅色的 那你在做這一檔股票 你就是在順勢操作 順勢操作 你就比較有機會做到 兩倍 三倍 四倍 五倍 甚至六倍速 七倍速的股票 你的賓勢 就有機會變成百坪以上的大豪宅 那當然各位 你在追求成功的路上 或許會跌跌撞撞 也會需要有人 在旁邊 當你堅強的後盾 那就是阿豪 如果有這個緣分 阿豪可以當你堅強後盾的話 直接撥電話 服務人員會跟你說明 怎麼樣進到我們的團隊 完成在台北股市 最重要的功課 賓勢變豪宅 我們一起加油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